還沒到營業時間 店家鐵門緊閉 位在基隆市區這間酒吧 四號凌晨被客人持槍威脅 但報案至今已經過了五天 卻遲遲沒有下魂 讓議員質疑難道警察吃案 事發在四號凌晨兩點多 嫌犯從包包內掏出槍枝 動作熟練還拉滑套 亮槍指著店長威脅 當天中午老闆到警局報案 專案小組調閱監視器後 隔天下午就和報案人確定男子身份 接下來三天都被嫌犯住家附近埋伏 試圖掌握他的位置 拖了五天都沒有突破性進展 更詭異的是當初警方並沒有開立 受理案件證明單 難道業者說不需要就不用給出報案證明嗎 過去當民眾請警察處理刑事案件時 會有三連單作為依據 不過為了簡化流程 從一百一十年三月起 不管是什麼刑事的案件 只要有報案或備案 警方都會開立受理案件證明單 除了給民眾交代 也是遠景自保的一種方式 基隆警方這次是等案件 鬧上新聞版面後 才緊急補開受理案件證明單 當時受理報案時 沒符合程序 嫌犯又遲遲沒有蹤印 全案疑點重重 如今出來滅火也來不及 恐怕早已影響民眾觀感 華視新聞 鄭又欣 我們是楊仁敦 基隆報導